选特斯拉Mod3还是小米苏7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台车 这是上市七年感觉颜值仍然在线百看不利的一款车 这个是今年上市刷爆朋友圈 号称年轻人的第一台保时米的小米苏7 两台车的外观颜值都很高 那我们接下来上车看一看它们的类似空间 特斯拉的类似整体比较简约简单 很多人都称它为毛配方 它的后期改装空间也会比较大 在我这台车呢 就是有改装一个优客方向盘的 小米的内饰空间整体偏精致一点 感觉更适合家用 尤其是它的后排还自带了一个小冰箱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们的一些参数 特斯拉Mod3长续航最高是550公里 盖板表显续航是420公里 小米苏7Mais表显的续航最高是575公里 盖板表显的续航是550公里 接下来是一个驾驶的体验 特斯拉Mod3 Performance最快2.9秒 小米苏7Mais版最快2.78秒 它们的百公里加速最快的版本 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 这两台车开起来的感觉也非常的像 特斯拉的话我觉得它的操控真的非常的凝聪 基本上是直喇打喇 没有虚位的 小米它的整个生态呢 就是做的还是比较制衡比较好的 基本上是全车的所有的控制都是可以通过云音区操控 小艾同学 打开音乐 打开主驾车窗 关闭主驾车窗 外面 很棒 同样是20万出头的价格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小米苏7还是特斯拉Mod3 娜娜